這是iphone的直視畫面 我等一下要將iphone直視的畫面 做一個遊戲的一個子母畫面直播 我將這iphone的直視的畫面 投影到這個電腦的OBS上面 電腦OBS上面也嵌入了一個 我的直播主的大頭照 我用這支webcam 然後做一個子母畫面 那這樣再將這樣的畫面 透過電腦的HDMI 丟到這一款特殊的平板上面 這款特殊的平板電腦 他沒有前鏡頭也沒有後鏡頭 然後呢他的前鏡頭跟後鏡頭 分別是由HDMI1跟HDMI2取代之 也就是說啊這些APP抓到前鏡頭 其實不是抓他是抓到HDI的訊號 抓後鏡頭其實不是抓後鏡頭 他是抓HDI的訊號 我就利用這原理我做這個instagram live 打開來 然後呢 我實際做一個 IG的直播 加 然後這邊有個直播 你看有沒有抓到 這個畫面就是來自於 OBS上面的子母畫面 然後我現在就是播一個俄羅斯方塊 俄羅斯方塊 這樣子 那這個要特別的注意是說聲音的處理 很比較複雜 聲音呢除了有遊戲的聲音 還有直播主 講話的聲音 要怎麼混音呢 要在這個電腦OBS上面做混音 還有一些特殊的技巧才可以將這個聲音放出來 然後呢我就開始做這個instagram live 這個按鈕按下去就做直播了 直播了 你看這邊instagram live的直播 這樣我就可以實現在的instagram上面 然後呢做這遊戲的子母畫面的直播 描述 作主 個始要 也是 卻碰起來 這樣 很�塑